发布手机二开拍消息后 曾经的著名主持人崔永元搬出了多年的恩怨 公开侮辱对方冯小刚刘正云是渣子 5月27日崔永元又在微博发文 讽刺刘正云女儿刘雨林不要脸火得更快 他配了一张之前媒体采访刘雨林的截图 新闻标题为 刘正云女儿我爸教我不要脸 李安教我不要着急 崔永元则配文你爸这个快李安那个慢 来讽刺刘正云不要脸 自手机二开拍的消息传出 崔永元与导演冯小刚 编剧刘正云的矛盾旧闻就被人掀起 原来手机曾拍成电视剧和电影 而冯小刚执导的电影版手机中 友谊说一的主持人严守一 被网友认为脱胎于崔永元 电影中的严守一作为谈话节目主持人 曾经出轨后来还患上了抑郁症 这引起网友对号入座 认为严守一就是崔永元的故事化角色 崔永元透露得知手机二的开拍后 曾与刘正云沟通 并擅出与编剧刘正云短信截图 后者告诉他 新电影并不是手机的续集 而是重点讲微信朋友圈 且片名定为朋友圈 然而后来的开拍消息 却以手机二的片名进行宣传 为此崔永元曾公开发文称 冯小刚就是渣子 目前冯小刚刘正云等方面 并未正面回应 新飘柔 未出idea 未出icht